這個款式有兩個色 我穿的是黑色 手拿著這個是帶灰色調的藍色 但飽和度是偏高的 所以感覺是偏藍多一點的 這個是麻眠料來的 軟身的質地 我現在摺起了手袖 麻眠質地 我摺起了一點 其實也是長袖的款式 我摺起了 它做了一個偏短一點的中袖版型 這個款式是相當寬鬆的款式 空闊 架片非常充裕的尺寸 去到手袖口 就做一個平衡 你的手袖是偏正常的剪 我摺起了一邊 摺起了兩下 再做 這樣我覺得效果會更漂亮 這個優惠的位置 也是它的焦點位置 是有彈性橡筋的索帶位 我拍照的時候 索帶完之後 因為我不喜歡太長的情況 我就打了一個 裂的狀態 令到線條不要太多 這樣凸出來 真的修得好一點 這個位置也是 隨意自己眉條 這樣可以的 這個位置 後幅也是有的 如果你不喜歡前幅 有那麼多雜口 你把它拉到後面 這個就是比較靈活度高一點 這個版型也是很平衡的 其實跟剛才是同一個collection 我覺得這一間的款式簡約 但是好玩 其實你看到他們玩的 就是一些設計感的款式 我都頗喜歡這一種的風格 這個就是 你看到是很充裕的空間 這個位置 也有彈性 不只是繩子 它是橡筋 所以有一個很充裕的彈性 這個位置也可以自己眉條 如果你索了之後 可以做一個 Sewawa Cutting的裙子 三腳位置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裙子 因為我襯衣裙子 就覺得這個裙子 可以有同樣延伸下去的線條 都拿得挺漂亮的 就這樣鬆滑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衣裙子 就是軟身 現在用的 是一個滑身的麻面料 不需要額外打底 沒有任何走光的空間 一見過就已經OK 這裙子 也是有一點點清潔的 所以就襯衣裙子 比較好一點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 同樣是A-Line Cutting的裙子 做一個延伸下去的效果 我放一件衣裙子 給大家看看 它的真實尺寸 真的很闊身 很闊身的款 因為你看到 橡筋也可以拉到這麼多 就知道它本身 真的拉得很滑的一個尺寸 對 無論如何都要收一點點 否則這些位置就浪費了 無論如何都要收一點點 就是你不一定要拉到 好像我剛才這麼多 如果你喜歡比較寬鬆的 配搭 這樣也OK 就是一點點 對 其實都已經很充裕 這些位置 你自己喜歡不喜歡 打結就已經OK 讓我來認識一點點 就算了 有沒有一點點 我來看看